苍狼白鹿是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 这两位先祖应该是在公元七世纪来到的布尔汉山 苍狼白鹿也是蒙古语翻译成汉文后 最浪漫的两个人名和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游牧民族家庭的形成和宗族至上的观念 而宝坦切尔是把一个家族变成一个部落的人 这一时期的蒙古先民们有了部落的概念 部落里也产生了很多士族崇拜宗神的士族 他的做事风格和为人原则成了后世子孙称霸草原的指导思想 而河布勒汉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造了一个国家联盟的概念 哈蒙古蒙古的这个概念也成了他的后世子孙奋斗的目标 蒙古斯汉也就是在这个蓝图下建立的大蒙古帝国 因为有过这些有思想有报复的先祖们指明的方向 所以他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前仆后继的去实现那伟大的目标 蒙古帝国的辉煌是多少代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 滋滋以求的回报 绝不是像国外的一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是偶然的崛起 而是必然的结果 这种必然来自于坚持 一代一代人的坚持 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祖先精神世界的守望 毕竟那些书点望族的人是不配拥有历史的 第一个提出征服世界这个想法的人是保存坚持 而成吉思汗是把他付诸实践了 但成上启下的人肯定是何不乐汗 面对金国人利诱和拉拢的手段 他果断说不 因为人一旦跪下了就很难再站起来 这个浅显的道理 后世的蒙古人就没有学会 五家部落的贤方的独人 卡尔卡的秦共家 还有准戈尔的阿姆尔萨纳 都打过同样的如意算盘 那就是先给狐狸改人跪下 然后找机会爬起来 结果他们永远丧失了爬起来的机会 我每每看到这些人的下场 就会想起那位伟大的仙祖何不乐汗 那个单刀赋咽深入虎穴还敢拔虎须的何不乐汗 那位率领起言不难你老少 同仙敌愿抗击抗击强大女真经国的何不乐汗 那位让游牧部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一致对外的何不乐汗 何不乐汗活着的时候 让蜿蜒无其买 蜿蜒胆两代金国皇帝 寝食难安 谈之色变 更是让那位金乌珠 半世英明 敬毁 假如不是何不乐汗打下了千秋伟业的基础 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世界征服者 成吉思汗 所以何不乐汗才应该是游牧民族的灵魂 最后补充一句 一个民族不善于总结过去 那就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 一个地名 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讲历史